腰背伪中球 也就是说我们的腰痛啊 背痛啊 然后腰酸 还有很多人的后背呢 僵硬的情况下都可以来找伪中 伪中呢 在我们膝盖后面这个锅窝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拍打锅窝 就可以刺激伪中 当然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疏通的 对于我们调理膝盖疼痛 膝盖关节疼啊 然后关节炎 上下路疼痛 怕冷 这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着我一起来摸一下 好 用手摸一摸 看看你膝盖疼的地方 或者是膝盖不舒服的地方 你的膝盖后面的这个锅窝还在不在 很多人呢 这里已经没有窝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是有窝的啊 好 能摸的 没有窝是啥 这个地方很硬 有的人呢 可能有大概鸡蛋 那么大的一个包 按着非常的痛 有的人可能是比较软的 还没有形成的那么硬的 就是说 我们膝盖后面锅窝这里堵了 也就是说 你的尾中这个地方周围都堵了 那么你的后背上来这个腰 它肯定会痛了 然后再往上呢 我们都会疼痛的 就是说 而且呢 我们的干啥 我们的胖光经 是从这里经过 像很多人的阳气不足的家人们 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 我们通过呢 拍锅窝来调理膝盖的问题 膝盖疼痛啊 无力啊 怕冷 还有腰痛 腰三是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呢 认真的学习 点赞和收藏 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有什么问题 可以和我交流 好 我教大家 把两脚少许分开 与肩同宽 自然的站立 手呢 放在我们的腰这里 好 扶着腰一定要去做 尤其是年龄大的 扶着腰以后呢 让我们稳固起来 身体稳固了 慢慢的弯下来 好 弯的手能摸到你的膝盖后面 锅锅这里就可以 好 然后可以干啥 进行拍打 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每天呢 这样去轻轻的拍就可以 力度呢 适中 不要用太大力 很多人呢 用的力气非常大 然后呢 会出现 干啥 会出现 杀 青色的 黑色的 都是属于正常的 一般情况下 一到三天 它就好了 好 再带领大家练习一遍 没有看清了家人们 抓紧时间 认真看啊 可以点赞 收藏 随时回来练习 好 手扶着慢慢往下来 然后拍打 自己数数 拍个四十九次就可以 好 四十九次拍完了以后呢 再手扶着你的腿 慢慢的 扶着腰 再站起来 这样的话 就可以了 这个是拍打我们膝盖后面的锅 锅这个地方呢 我们每天可以坚持拍打四十九次 只要坚持 大概你能做个一周 能感觉到膝盖很轻松 如果你能做个一个月以上 能感受到你的腰背会越来越松 大家能坚持一百天 你一定会在评论告诉我 非常的好 好 这就是我们教大家拍我们的锅 来调理膝盖 调理腰 调理背的问题 有需要的家人们 可以收藏起来 想学习 更多的养生知识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和我进行交流 我是五一张鹏 下期见